刚刚抵达了华府旅行的驻美代表呢 沈旅行举行了茶会 招待跟他乡的熟视的大华府乔领跟乔介的代表 而沈旅行向记者表示说 乔介关心国内的反服贸的学运 的确有声音 希望政府更坚强起来 新任驻美代表沈旅行在华府 为道任旅行举行乔介茶会 与应邀出席茶会的大华府地区乔领和蓝绿乔包 近400人欢聚一堂 有些老乔围着沈旅行 表达对国内反服贸学运的看法 我才回来100个小时 所以恐怕还没有时间跟乔介多讲 当然有的人甚至比复我来在伦敦打电话给我 乔介当然都有一些声音 你也知道有些希望政府能够更坚强起来 然后觉得学生这样的事情要赶快解决 绝对是有这个声音 沈旅行担任驻英代表时 曾为林克颖一案冲锋陷阵 而现在驻美会不会运用驻英的经验 为引渡造台湾通缉的制美嫌犯而努力呢 那我第一个要政府的指示 而且美国跟英国不太一样 而且这个我没有现在了解 美国这些Case前我也不敢随便讲 但是政府的政策我们要执行 茶会上蓝绿侨胞都有 因为沈旅行过去在华府 就与绿营的侨胞互动不错 所以今天的道任茶会 蓝绿侨胞都来共襄胜举 记者张光华中一庭 华盛顿报道